在中国西北部乌鲁木齐市全程封闭48天后,当地各方力量力推生产生活走上正常轨道。 记者于9月4日走上街头,在乌鲁木齐市商业区中山路一家炸鸡店外见到,民众有序排队等待购买食品。 即便是进入一家水果店购物,也要测量体温并限制一定数量消费者进店。 对于新疆而言,目前的工作重点是重新启动各项经济工作,与此同时继续保持对新冠病毒的警惕性,随时准备将其击败。 自9月2日起,该市大型商超和个体经营者陆续恢复营业。 当下正是新疆瓜果丰盛季节,一家水果店商品标签上清晰标有葡萄每公斤9元,红攀桃每公斤12元。 店员告诉记者,与封闭之前相比,价格略有下调。 店员一边忙着整理色泽俱佳的水果,一边向记者解释道, 现在疫情在家里面,一个月,一在家一个多月,大家收入都不少,有的能不买就不买了,像我们卖收入,肯定要不便宜,不便宜的话,大家都不想买。 老老实实干活呗,他还实实地干活呗,因为老人小孩都要吃都要花忙,加油。 中山路是乌鲁木齐市及大型商超电子器材批发零售集中地,也是此次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生地。 采访当天,中山路街道两边仍有不少店铺处于闭电状态。 疫情发生后,新疆政府对于疫情防控丝毫没有手软,采取全程封闭管控,对全体居民进行核酸检测,借鉴北京武汉有效防控经验,有效控制了疫情扩散蔓延。 得益于有力的防控举措,成明星负责的水果店闭电48天后开始正常营业。 8月29日零时起,乌鲁木齐全部调整为疫情低风险地区之后,9月1日晚间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视频会议, 要求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,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 9月2日,乌鲁木齐市内一些大型商超有序开门营业。 另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9月3日公布,新疆高校和中小学秋季学期从9月6日开始将全面开学。 新疆各方正在加速度为复工复产复学铺平道路,努力使生产生活正常。